大家好 又要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意兒 那今天一樣要跟大家一起開箱 那今天這個包裹是我在傍晚的時候收到的 那今天很有趣喔 我今天在中午的時候錄了一段影片 是介紹這個 這個叫7-11 L 職人工廠 它的這個迷你的機輪工具 機輪扳手 這非常棒 這影片的話已經發布了 那我現在的話傍晚再拿到這一箱的話 我就趕快再錄影片給大家了 那這個今天要開箱的東西 它比較特別 也就是我過去沒有開箱過的 它是EDC的Porge Porge這一個詞的話 我們在EDC界是很常聽到的 它其實就是一個便攜帶 一個包包 一個小背包 或是小的一個腰掛的包包也可以 那我過去的話 其實我自己手上也有很多這個東西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把它開箱介紹給大家了 那我今天的話就借用這個機會的話 把這個牌子的EDC Porge 跟大家做分享 那這個品牌的話 它蠻獨特的 它是叫做 Apaca 我開箱之後的話 再討好地跟各位解說 那我一樣呢 也是 就是跟各位一起 同時把這個包裝打開 那這個商品的話 我是在美國的網站下單的 那很奇妙 我從 shipping之後 我的shipping message 或information裡面的話 它就是顯示是從深圳寄出來的 看來又是一個 這個 美國牌子 但是 其實是中國的牌子 然後怪我美國的感覺 對 那 這個說實在話的 我們很多的產品都是這樣子 它說是美國品牌 那事實上都是中國大陸做的 那我這個包裝已經打開了 那這個品牌的話 在EDC界 相當知名 那你看 我剛剛這邊是不是有看到它的地址 它從深圳寄出來的 好 我們整個在飛機飛行的過程裡面 從來都沒有從 經過美國 直接從 深圳發貨 好 那 來我們看一下我們今天 定了是什麼 其實這次一次開箱 要開箱三個 物品 好 那這一個叫做 Zip Podge Pro Zip Podge Pro 好 那品牌叫做 Apaca Apaca的話 它就是羊駝的意思 好 所以說他們的mark上面的話 也畫了一隻羊駝 而且這個看起來應該是從背後往前 從屁股看到 往前看的 這是一隻羊駝 好 叫Apaca Apaca是一個西班牙文 那它正確的話 應該叫 Alpaca 才是 這個 叫做羊駝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草泥 那它把這個C改成 Alpaca 那這個牌子的話 我說實在話 在EDG界 相當相當的有名氣 好 那很多人都用它的這個Podge 好 那我第二件商品的話 也是他們家的 這個叫做 Hop HopPodge 這兩個的話 都是支援 HopKitchen系統的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HopKitchen 那這三個東西的話 我就一併把它開箱了 介紹給大家 那就是三個 一起來開 比較省事 那我首先要開的話 這個你看 它其實真的都是一個大陸的產品 中國大陸的產品 那 事實上這個牌子的話 雖然網站都寫英文 我看起來的話 應該也是 大陸的一個公司 那它地點是在深圳 對 那我們把它打開 那這一個是零錢包 那我們所謂的零錢包 是這樣子 它在這上面的話 它這邊有一個拉鍊 好 那拉鍊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 它是一個 Brick 這個叫做磚塊 磚塊型的一個橘色的 這應該是尼龍 那它這個外面的話 這個是 很耐磨的材質 而且它又防水 它叫做VS21 應該是VS21 那它就是 應該就是210D的Corella的尼龍 那這材質非常棒 因為它非常輕 這是一個很輕質的尼龍 那它又帶著 你的那個 支數越少的話 它會帶著一些光澤 那它的特色就是 有一個菱形的花紋 那這個材質非常棒 它很輕 而且它會帶著一個 亮亮的光澤 看起來很有質感 那我們在很多的Pouch 或者是很多背包 或者是Slim Bag 裡面的話 它都會用橘色的內裡 那橘色內裡的好處是什麼呢? 你比較容易找到物品 如果說你的物品是深色的 你看像這樣子的話 你就很容易找到它 它會很明顯 Even它很小 它也會很明顯 尤其像這種黑色的物品 在裡面的話 它就會很明顯 很顯眼 可以讓你在很快的時間 找到它 那所以說 但是它這個 VX21的材質的話 相較於一般的尼龍的話 它的成本比較高一些 所以說它售價也會稍微高一些 那講到售價 我必須要說一實在話 這個Apaca 它基本上就是大陸產品 那也是大陸的公司 我一直以為它是美國公司 看來我誤會了 全部都從深圳出來的 那售價很高 售價很高 售價很高 再講一次售價很高 它真的是賣得太貴 我這一個 這個Leap Parch Pro 它呢多少錢呢 35塊美金 要一千多塊的台幣 真的是很貴 那這個我一併開箱完了以後 我再跟各位介紹 我要放什麼EDC進去 你們這邊會看到我放了很多東西 我就把它整個開箱完了以後 我再來一併的說明 那它這裡面的話 還有一張這一個 這是什麼 像是一個塑膠的紙片 上面寫著是日文跟英文 是不是防腐器呢 我不知道 它整個都是 我覺得我這個包裝的話 跟我在網路上面 看到其他人開箱裡的包裝 是不一樣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不一樣 好我不知道 這個我不太懂 可能他們其他人的話 是從美國寄出的嗎 這我就不清楚了 因為我看到日本人的開箱 跟美國人開箱 它的包裝都不是這樣子而已 看起來有點簡便 好 對那 它這個掛牌的話 對也是差不多了 好 那它這個Pouch的話 它的功能是怎麼樣呢 它這裡面是要讓你放 卡片 像信用卡 提款卡 之類的 它可以放蠻多卡片的 我這邊可能有一疊卡片 我就全部把它放進去 好 那它這裡面會有一個隔層 有看到嗎 這有兩層 隔層 那隔層的話 你可以一邊放卡片 然後一邊的話 你可以放 那個 紙鈔 好 好 放紙鈔 好 那 基本上這樣子就形成一個很簡健的皮夾 好 那它這前面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讓你放一些比較薄型的那個EDC 例如像這種 好 這個是Prybar 這很棒的Prybar Kershaw PT2 好 它相當的兼顧Prybar 好 沒關係 因為我的頻道裡面也有 這個 Kershaw PT2的影片 好 大家可以去看 對 它就讓你這樣放的薄薄的 那它這一個 這個地方的話 它會有三個口袋 好 這個是前面的一個 前面的口袋 那後面的話 也會有兩個口袋 這兩個口袋是讓你 好 要可以插一些 其他的物品 好 其他的EDC 看你要帶什麼 好可以放在上面 那放在裡面 那 我們通常的話 我們前面 我們通常這種隨身 這個 這個就是讓你當成一個 隨身的ECD的一個變細胞 然後呢 右肩 這個 皮夾 好 這樣子 讓你出門的時候 把東西全部都帶在身上 我們通常的話 都會 裝一個Multi-Tool 好 Multi-Tool 然後呢 我們通常 我看到部分人都會放一支 那個 Flashlight 這個叫做 手電筒 手電筒 把它放手電筒上去 其實沒有我想像中的空間大 然後呢 會放一支筆 那這筆非常的棒 它是 Zebra的筆 那也是很多人EDC會用的 它很小 非常小隻 那我通常會放這樣子 然後呢 很多的那個EDC的玩家的話 會帶這一個 這個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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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pex 其實蠻緊的耶 我說實在話的 它沒有我想像中的容量大 你看喔 我前面已經放一個很薄的那個 瑞士刀了 這是Compat 這才兩層而已 這是兩層的刀具 那 已經 有點緊了 對 那 沒有我想像中的容量大 我們通常的話都是會這樣子 帶一支這個 這個 這個 Sniper Snipex的那個 的錢紙 然後再放一支 手電筒 通常會放一支手電筒 哇 哈哈 沒有我想像中的容量大 是這樣子 然後 一定會帶一支筆 因為這個筆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太重要了 那 而且這支筆非常棒 我簡單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看起來很短 非常短 真的是很短 這是一個91厘米的瑞士刀 你看 它比它的91厘米的瑞士刀還要短 但是你想要這樣怎麼寫字 很小太小字對不對 你把它伸長之後就可以寫字 它是可以伸縮的 縮起來的時候的話 它的筆心就會伸進去 拉長的時候它筆心會伸出來 那這個有機會我再跟各位詳細介紹 那這是一個很棒的EDC的Pen 然後就把它放這樣子 我想應該是這樣子帶出門 這個不用怕東西掉了 因為真的很緊 好 這就是一個 不過這個很多人使用 我們EDC界這一個 Z-Poge Pro 是相當紅 相當知名 相當熱門的一個產品 好 那這個是 ROBEBON 的那個 A8X的手電筒 這同樣的在我的頻道裡面也有開箱 好 那我這個 把握時間 我來講 開第二件 第二件的話 它是Hotpodge 它這個的話 這個是歸納於 隨身的錢包 兼 那個 一些Tool 一些EDC的 攜帶的一個變細包 那它很好用 那 當然這裡面的話 你要帶這個出去的話 就是一個minimal的一個 攜帶的 量 那如果說 你想要再 再多一點點的話 可以用這個Hotpodge 那Hotpodge的話 它就更像真正的EDC Podge 怎麼說呢 我同樣的 也是購買了 這個 黑色的 尼龍材質 不過我這一次的話 這個是420D的 這是210D 420D跟210D 所以說這個的話 它的厚度會多一倍 那它的支數也會多一倍 那但是 相對的它就會比較重一點點 然後再來是說 它表面的光澤 會比較沒有那麼的明顯 然後它的這個菱形花紋 也會比較不明顯一點點 那這一個的話 它是沒有出裡面 是橘色的版本 它裡面的話 就是一般的黑色 那前面的話 一樣是一個口袋 那這邊側邊的話 它會是一個全開型的 全開型的 開了以後的話 它裡面會有一個紙片 我看其他的人開箱 它裡面還會有那個防腐劑 我的都沒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這一個填充物的話都有 好 沒關係 那我們打開以後的話 它就是一個 一樣也是 這邊是可以兩個放工具的 但是這兩個放工具的話 它是分兩層 它前面這一個的話 它是整個直貫到底 你懂意思嗎 這邊是直貫到底的 這也是直貫到底 那這兩個呢 是等寬 然後下面呢 下面是通的 因為它上面 只有這邊 有460 下面是通的 那它前面的這一段的話 它 只是它前面的一個夾層 所以說你可以選擇 你是要放在後面 還是放在前面 但事實上 這是同一個空間 那這邊還會有一個 這個 袋子 那這個袋子的話 有彈性 那我看它這個寬度的話 應該大概也是兩公分 那或許也可以用那個 模擬系統 那這一邊的話 它是分三格 但是它後面的這邊的話 是整個全開通透的 所以說它可以讓你放一些 比較小的筆記本 那前面的話 這是一個全開的 一個空間 所以說你可以用很 你在很 可以活用它的空間 那這一個的話 我們通常就會放一些 比較 比較多的東西 哇這根超過了 這是我的那個雷射筆 對 因為我很常 需要做簡報 我是一個很 很常做簡報的人 很常跟 大家說話的人 對 那 我就會 我就會放多一點東西 或者是說像這個是 固態的香水 這裡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前面 然後 同樣的話 可能 也會帶一些這個 像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 那個基輪工具 基輪工具 然後 迷你的 我們可能會放這樣子 然後 可能會帶一個手電筒 然後這時候 甚至 其實我很想 因為我想要這個東西的話 可以帶行動電源 不過看起來蠻大的 應該是放不下去 行動電源的話 那這個行動電源 已經是相當 相當 相當 精簡了 有可能會放不進去 有可能會放不進去 那如果放進去的話 應該也是很勉強 或者是說 你可以像這樣 像這樣子 穿在這邊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情況下 就可以讓你放這個 比較大的物品 然後呢 因為是在程式裡面使用的話 我們應該還是會帶一點 這個充電線 好 那充電線的話 這個充電線是 就是IN CHARGE 那這相當 這個ADC界 也是相當的知名的產品 它可以像這樣子 然後它有 六種的 剪接方式 這Type-C 這Type-A 那 嗯 這裡的話 又有 Apple的 Lightning 然後這裡面的話 還有一個 這也是一個Type-C 對 那所以說 我們或許可以像這樣子 把它穿過去 這比較小 就把它放在這邊吧 穿過去在前面 像這種情況下 來使用 對 那這邊還可以再放其他東西 那我這邊工具相當多 當然 沒有放進來的更多 那我們可能在這邊 可能還會再塞一支筆吧 Maybe 對 我們有很多種的 使用方法 那這個 當然同時也可以 這也可以當作是 錢包來使用 就是因為它前面的話 這邊一樣也可以讓你放卡片 跟你放錢 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在隨身 積帶物品的時候的話 都盡可能的要精簡 不會說再帶一個皮夾 然後又帶了很多的這個小工具 在上面 那 當然我們之後的話 我怎麼樣的來 規劃我的Pouch的使用 我會另外再開一個節目 因為 EDC我們買了東西之後 怎麼做搭配 那也是另外一個學問 那 時間有限 很多人說我的影片太長 我一定要趕快再縮短 對 好 來我們還有第三個東西 那這個的話叫做 HUB KITCHEN KITCHEN SYSTEM 它怎麼用呢 因為我買了這兩個都是 它的HUB SYSTEM的系列 那買了這個系列 你沒有去把這個 它的主角帶過來的話 就有點可惜 它是一個像這樣子 它是一個 背夾 背夾 再加上一個磁鐵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像這樣子 這是一個背夾 那這個背夾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拿出來 我覺得它的包裝都好 好簡單 它是H磁 我在想 它真的是賺了蠻多錢的 因為這每一個商品都非常的昂貴 這個35塊美金 這35塊美金 這樣子的一組 這樣子要29塊美金 然後這樣子要快要 900塊錢 這1000塊 1000塊 900塊 所以說我們這樣弄起來的話 這樣快要到3000塊錢 對 所以說它真的是賣的蠻昂貴的 那這個怎麼使用 它是這樣子 你可以把它 把它拿起來 把它從這邊拆下來 拆下來 拆下來之後的話 這兩個呢 都是 HUB系統 它後面都有一個這樣子 一個扣環 有看到嗎 這兩個都有一個扣環 在這邊 在這邊 那你要使用的時候 你就是這樣子把它穿過去 把它穿過去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這樣子 應該是這個方向 你把它 帶進去 然後呢 你這樣子的話 你是可以把它別在腰帶 或者是別在你的包包上面 它是一個夾具 把它別上去之後的話 它就非常的容易 它就非常的容易 你看到 這假設在腰帶上面 你就這樣靠過去 它就帶著了 它就可以讓你攜帶在身上 那它的非常的牢靠 這是非常非常牢靠的 這是很牢固就對了 它也不會掉 你用這個方向去拉 它是不會掉的 你一定要從這裡去拉 它就會掉下來 所以說它就是讓你扣在腰帶上面 那你身邊 你就可以帶很多EDC 一些工具 帶在身上 是這樣子 那同樣的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其實我在 YouTube上面的話 我看到很多人是比較推薦這個 這個叫Z-Pouch Pro 但是我現在看起來的話 我目前是比較喜歡這個 因為這個容量比較剛好一點 那這個真的太擠了 我剛剛 因為我這邊卡片放了很多下去 那事實上 我真的很希望還能夠再放一些 這個 其實我很想要把剛剛那個 這個Range 能夠帶著 Racking 這一個機輪工具 我希望也能夠放在這邊 不過真的是太急了 放不進去 真的是要有所取捨了 或許 或許我就不帶這個出去 不過不行 這個是太重要的工具 它太厲害了 不帶它又不行 不過我想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通常如果說要帶這個出去的時候 我會外面再加一個套子 因為它這個東西還蠻利的 我們有一個 它的一個套子 我會把它套著 然後我再把它帶出去 這樣子才不會去 傷到自己 傷到別人 還是這樣子 沒關係我們這個在做取捨吧 我在拍一部影片 跟大家講說 我們怎麼樣的使用Pouch 怎麼樣的在EDC裡面取捨 怎麼樣的依照我的情境 我今天要去做的事情 我來決定我要帶什麼東西 那這兩個的話 我現在看起來的話 我目前暫時是覺得 這一個 HOPPouch 可能會比較實用一點點 因為它的size會比較合適 那或許是說 我去買它的VS21的版本 不過它VS21版本 這個的VS21版本只有出綠色 但是因為我想說 全部一系列都用黑色 那黑色的話 它的最小的size 最輕的size就是VS42 是這樣子 對 那我現在看起來的話 我目前是覺得 這個會比較合適 合適一點使用 因為它的體積會比較剛好 那它一樣也是這樣子 很好了 其實我說實在話的 它貴雖貴 但是質感還不錯 而且它設計相當的精良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開箱 那我們今天影片 也不知不覺來到21分鐘了 對 那我整個幫各位複習一下 我們今天拿開箱的三個商品 那這一件的話呢 叫做Zippouch Zippouch Pro 這個我給它75分 因為它真的很輕巧 而且如果說你會妥善搭配自己的EDC的取捨的使用的話 它會是一個非常輕便 而且幾乎忘了它存在的一個水深的好朋友 那這一個的話 它是等於是它的一個升級版 怎麼說呢 它可以再放更多的東西 那再來是說 它 它的這個是防水的 這個的話它沒有做防水 然後看起來應該都是YKK的拉鏈 對 那 但是它是 它打開是這樣雙面的 我們一般的EDC的Pouch 最好的是像這樣打開是雙面的 我接下來的話會跟各位開箱 其他的Pouch 我們比較常用到的是那個 Max Pedition 的一個品牌的Pouch 我改天會跟大家開箱 最小的中型的跟大型的 它們都是一樣 我們EDC的Pouch 一定是要打開以後 要看到這個平整的完成面 我們這樣取用東西選擇 或者是做一個安放的話會比較方便 那這一個是Hob Pouch 我看起來的話 這個是比較合適使用的 它的Size來說 那第三個的話 就是我們整個 這一個叫做Hob Kitchen Hob Kitchen的System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我們今天開箱的三個 三個這個商品 好 這樣子 三個商品 那還有這一件 好喔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下次再錄一集節目 說明我們要怎麼使用它 怎麼去取使我們的EDC們 好 謝謝大家 下次見